那我們希望這樣子喔 今天要不要重複 先講謝您好不好 好 今天要不要重複 這邊 我覺得我今天就是更知道 因為我完整的文章 它的結構和價格 然後讓我知道 怎麼樣照顧觀眾的演習 之後如果我要寫作文 或者想報告的時候 我可以去報告一下 非常好 各位 公司寫作文 Sandwich已經夠用了 然後公司你要表達的時候 那個基隆珠也夠prepare 所以它的差別就是在 若然不斷的 olika體制練習 OK 謝謝 작 講得到小小掌聲 謝謝 inches 嗯 因為這樣子在學校 或是經常 什麼 我們常",就是需要報告 然後 一個人的台方對報告還有觀眾 看在台上的影響是很大的 然後今天可能就是學到像聚龍主 就是面對我在台上的話 我要表達我說話的時候 然後一些眼神 然後肢體的一些動作還有幫助 謝謝 非常好 那個手勢 然後很重要的是 重點一揚頓挫 重點這個部分 好 謝謝 Dee 好 下一個 好棒 Mena 決定 看你這樣 我這邊好 好 就是藉由今天我們學到 要怎麼讓自己在台上 有狀態更好 然後要怎麼 有想法去組織好 自己要表達的言論 然後用一個邏輯 流暢的表達出來 那可以講到 Sandwich就是非常好用的技巧 而且你站上去 又可以非常好好定讀 我們準備多幾個前景 OK 謝謝 掌聲鼓勵 不重複喔 旁邊不要重複喔 就是通過了今天的課程 就是 因為在以前我報告很多 但是我都沒有好好剖析過 我的內容 還有我的上台的台訪 所以 通過今天的 三明治跟七龍珠 了解到報告的時候的 張式跟刑犯 所以可以讓我在未來 更好的朋友在我報告上面 哇 天啊 他已經把電梯 三七百元用完對不對 好 來 掌聲鼓勵一下 我還有各位一句話喔 你們在學生階段 每一次報告 一定是都 報完之後 跟報告講說 好嗎 圈的資料我下一次再做 好 就這樣過了 但在工作上不是這樣子 所以送給我一句話 永遠把握你每一次上台的機會 不要只是把它擁有關 你每一次上台 你未來的你 會感激現在的你 因為你現在的你很認真 把握你每一次上台的機會 現在如果你隨便做 未來的你 會不喜歡現在的你 因為你只是把它給做完 但是沒有做對的做好 好 下一個 大家都講三明治跟七龍珠 那我今天還學到了就是 如果在有限的時間內 把自己的想要講的東西 趕快的講出來 像現在有 太強了 也是 那個時間點三十秒 然後才很快把它給結束 非常好 來掌聲一下 就這樣 一講 就是我覺得我今天學到 最多就是 Sandwich那邊 就是 當我想要表達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不再是沒有頭緒的 就是想到什麼講什麼 可以有 可以把它組織之前 然後讓人更容易了解 沒有錯 我一個心理學長說過 一個行為要變成習慣的時候 要幾次呢 要二十一次的練習 才會變成習慣 但是哥 你今天練好多遍 你已經開始慢慢的養成一個習慣了 謝謝一家 掌聲鼓勵 我學會就是 反正大陸講完嘛 就是 對 我學會在一個 就是在 我在演講的時候 可以完整的把所有的 地方 像是剛剛大家有提到的 就是 內容 然後現在還有 我像 人家看我外 我外面在 在肢體動作 或者是我的眼神 做任何事情 就是可以在一個 演講中做得更完整 好 完好 謝謝大家 我覺得你這個 這次一定會脫胎嘛 一開學 就你跑去哪裡 你不喜歡的颱風氣場 不然時間又可以這樣 都很不一樣 對 我這次的主要就是 如果讓自己 講話的時候不要 就是 這麼大的壓力 就是 一趟子 就是 聽你講話的時候 你才不會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然後就算你 就是覺得很緊張 也要 就是學如何 就是 應付表情 不要讓人家 知道你很緊張 對 謝謝 今天學會三個字 叫做 裝美食 我先預告 明天會教你 有非常好的 換你那種技巧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麼技巧 上次我以前教完的時候 很多人說 威力跟副長 還可以帶我們 我們推真錢 就跟我們講 那個東西會讓你減大 不要因為你的表現 偏向有80人 但因為緊張 自由變成60 裝美食是個結果 但如果做 明天會 即將教各位 好吧 好 謝謝 謝謝